电话人要力 南华的港口 海盗和欧洲的海运大国纷纷抢进 寻找通往中国寥寥可数的几个入口 欧洲人来到这个地方发展之后 香港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溏飞 1842年 英国人在这里建立殖民地 从而取得茶叶 瓷器和丝绸 英国人在这里发现了 杨子精之中华 它和兰花长得有点类似 是香港的试花 这座城市于1997年回归祖国的怀抱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和中国国旗一同飘扬 香港的意思 顾名思义就是运输香料的港口 它既是这个地区 也是这座岛的名称 对面临近九龙半岛 从香港过来 可以搭乘天兴渡轮 也可以坐车走连接两地的 两条海底隧道 地势最高的地方 高度超过950米 不论是岛屿还是大陆 既是丘陵起伏的地形 由于经常发生山崩 政府施工加固这些陡坡 树木也受到细心的照顾 这座城市的人口 有700多万 每个人都各司其职 当地九成五的人口是中国人 外国面国却也四处可见 其中有许多来自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英国的规划模式 为香港的城市发展提供了一臂之力 可还是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 二战末期发生的住房危机 就是一个例子 一般人居住的小房子 已经难觅踪影 今天有半数人口 居住在巨大的公共房屋区里 由于空间有限 房产也只能向上发展 就连墓园也得向上延伸 平均每平方公里 有6000多个居民 香港的人口密度已创新纪录 和欧洲一般中等规模的城市相比 香港的人口密度 是他们的200倍之多 虽然现代化程度不亚于曼哈顿 却仍然保有许多传统建筑技术 逐质缴手架就是一例 当地政府并没有在 现代化进程中 牺牲殖民时代的建筑物 反而会特意保护他们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 香港人仍然十分尊崇传统价值 佛教和道教 这两种古老宗教信仰 依旧非常普遍 虽然香港是个 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城市 但是传统习俗也深植于人们心中 就连其他宗教信仰 在这个地方也蓬勃发展 这条腿抬起来的时候吸气 换腿的时候吐气 为了达到精神层面的圆满 香港人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 锻炼的方式有许多种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基础 选择合适的运动 高尔夫球极其昂贵 只有少数人负担得起 休闲娱乐项目的发展 就立马吃了起来 香港人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香港几乎没有自然资源 然而它却是世界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 由于占据中国的门户位置 有四成的出口货物 各从此地运送出去 香港是世界数一数二的集装箱港口 到了这儿 有数以千计的硬纸板箱 被送往各个地方 香港证券交易市场 在亚洲位居前列 仅次于东京 上海 香港人的平均所得也相当高 超过许多其他地方 贸易和工商业的数据 在许多方面都不断向上提升 传统产业创造的价值翻倍增长 新兴产业如电影产业 最近也创下新高 香港愈发像是超级巨星 逐渐展现出了巨星的架势 香港是个讲究速度的地方 有时候却不得不放慢脚步 警察在这儿开启罚单来 也一样铁面无私 可以走吗 真是的这些超罚单 香港政府不遗余力地 帮助人们节省交通往来的时间 想尽一切办法 改善劳动力的流动性 这座经历无穷的城市 希望发光发亮 对于一个需要建立国际民生的地方来说 形象至关重要 他们在推动旅游业时 塑造出光鲜亮丽的形象 香港在世界旅游地区排名上位列第七 近年来游客看香港的眼光发生了变化 教授中国古代文化传统 被列入旅游推广项目 语言沟通也不成问题 NgoàiNghĩChuyênNgan.com